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现在人的心是越来越难控制住自己 我们说心本善 心本来是属于你自己的 为什么现在的心却越难控制呢 就是因为你贪念太多 你今天有贪了 你就不得安宁了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事情不是求来的 那就叫自然来的 一个人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 而是没有对比的生活 那才是你真正自己的生活 你拥有自己的生活 你想快乐 你不应该去和人家的生活对比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你今天住在一个小房子 你自得其乐 很开心 但当你一旦看见人家家里有大房子 你也想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活得不自在 不开心了 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学怎样来化解你的心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做人要懂得自责 自己本身做错了 要能够责备自己 因为责备自己你才能进步 如果你不能责备自己 说明你对你所做的错事还没有一个认识 所以我们已知自修 要经常自己修自己 然后呢再叫家人 也就是说当我们心能够修行自修的时候 我们才有这个权利 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去教会你的家人 则其家人幽露于圣贤之欲而不自知 也就是说我们家人学好了 所以呢已经步入了圣贤之欲 就是圣贤的领域 因为你修行了 你就自然而然了 幽露于圣贤之欲 但是呢你自己境界提高了 你还不知道 所以中国的孔夫子说 天下之本在国呀 国之本在家呀 家之本在生啊 这个生就是你自身了 你自己的条件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境界要不断地提升 要不断地完善 真正的圣贤之人 他们是欲世不目 自己所碰到的事情 都会紧紧紧有条地把它处理好 他有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 他本身已经裂入了圣贤之欲啊 孔老夫子说了 天下之本在国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搞得好 而国家搞得好的本 是什么呢 是在老百姓的家呀 而老百姓的家要搞得好 在哪里呢 就是在你自身的收尾呀 所以我们的孔老夫子 此言非特畏 有爵位者言 实际上 他并不是为每一位 有异位的人来说这句话的 实际上我们讲 叫国家兴旺 匹夫有责呀 匹夫 匹夫 同一责任 我们的匹夫 也就是说丈夫 匹夫呢 就是妇女 同一责任 男女 对国家 对家庭 对所有的一切 都有同样一个责任 所以学佛 实际上就是学你家和国家 自古以来有很多人用佛法来治理国家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古人经常说 天下不治啊 匹夫有责者 以天下人才 必从家庭中出啊 我们天下 没有好 没有好的社会风气 没有做很多的好事 每一位是 人 他都有责任 所以 以天下的人才 那么天下的人才 在国家里 在整个宇宙当中 要怎么样来选拔 怎么样来解决天下 这些不治的事情呢 那么首先需要的是人才 那么人才 又从哪里来的呢 人才 必从家庭中出 也就是说 要有好的教养 才能出好的人才 所以 很多家庭 有善教 就是父母亲 非常懂得教育孩子 自然 子女 就是善 有贤惠 有善良 很多家庭 没有善教 也就是没有善良的教育 子女 只有天资者 也是 稀为狂妄 就像你生出来的孩子 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有善良的天资者 也就是像天仙般的美丽 但是她的习性 为狂妄 她也不会好好地修行 她也不懂得怎么样 善良的天资者 与善良的天资者 当然 对于家里没有善教的人 如果她再没有天资者 她也没有天生的立志 也没有天生的智慧 那么她就是 疲于 玩恶呀 什么叫玩恶 就是顽固 恶化 顽固不仁 所以要懂这些 在人间的道理 实际上这些 这个两者 都是为国家 社会 应该明白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 是应该懂得家庭教育 要知道 家庭教育 对我们影响很大 现在很多父母亲 嘴巴里动不动就骂人 很多父母亲 对孩子的教育不善 很多父母亲 只顾自己 不顾孩子 那么你就把 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乱了 如果一个人的思维不对 你教育出的孩子 也是让孩子 能够有误导他们的倾向 如果你思维本身是对的 你的孩子在你的教导之下 那他一定能够成功的 所以学佛的人 要学仁义理智 要学什么呢 要学菩萨 怎么样慈悲心 要多培养孩子的慈悲心 所以我们 很多的听众 都把孩子送到台长这儿 来听课 来学习佛法 四岁的孩子就会念心经 七岁的孩子 大悲众 十三岁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那些孩子 全部都在念经 全部都在拜佛 试想一下 这些孩子 将来 是什么样的人才 他们能够 为社会 为国家 为家庭 做出很多的贡献 这个就叫善教 很多爸爸妈妈因为跟孩子前世的冤解 他们教育不好孩子 但是他们让孩子学佛法 让菩萨给他智慧 这些孩子就能茁壮成长 这些孩子今后就是国家的根本 而要让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是因果报应 因为你种下的这个因 一定有这个果报 因为你有这个恶习 所以你才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因为你有这个善良之心 你在社会上活得还潇洒 谁都喜欢你 所以我们要辅助教育之药道 我们要懂得帮助 用佛法来帮助和教育 后一代 下一代 教育之药道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说 我们心理想的佛菩萨 和都市心念佛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学佛要生出真信 发出切愿 自诚恳切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学菩萨 我们学佛念经 我们要生出一种真诚的相信之心 我们要发愿 我们要发愿 这个愿要发得真切 所以叫发切愿 我们的意志要诚恳 要记住 新成则灵 学佛也是要新成 我们要用观心念法 有时候要用色心念法 就是都色心地的念法 所以叫都色六根 这个六根呢 要干净 所以念佛的时候呢 你的心中啊 实际上用佛法讲 叫一根 因为心在你人身体的当中 这个心 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物质的东西 所以叫一根 也就是你意念的根 所以我们说六根 那么首先我们要把心中 这个一根要念得清清楚楚 你的口中 那个叫舌根 也就是你的舌头 这个根 要念得清清楚楚 你念经 要把耳中 也就是你的耳根 要听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的意念 和你的舌头 和你的耳朵 这三根呢 都要一一的 能够 明暗的清清楚楚 听得清清楚楚 心中要想得清清楚楚 所以眼睛就不会 东张西望 鼻子也不会 嗅出其他的气味 身体也不会 懒惰 懈怠 这就名为 都舌六根 都舌六根 这是念经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让你心 能够静下来 让你的耳朵 不要乱听 让你的心中意念 不要乱想 让你的手 口中的舌根 要念得清清楚楚 不要乱说话 所以 东西六根念经 虽不能 全无妄念 也就是说 不可能 把意念 全部都忘掉 因为很多人念经 念到一半 都会忘念 杂念 相继的就起来了 所以呢 很多人很难 把自己的心中 安定下来 但是 必须 要安定 因为 你要把心中 清静 所以 要静念 因为只有静念 你才念得出效果 那么 怎么来静念呢 就是叫你 意念 不要动 口中 舌头 不要乱讲话 耳根 要听 自己念经 要听得清清楚楚 所以 如果我们 很干净的 在念经 如果 我们能 常常的 相继 如有间断 相继 就是 继续 一直 下去 那你的心 自可 归一处 因为你今天 念经 都是 六根 你的耳朵 你的意念 你的舌头 虽然 都 想 集中 但是可能 你的意念 还会散出去 百分之二十 或者 你今天 念了一个小时 你有 六十 心 还是在乱跳 耳朵还听到 其他的声音 等等 那么你明天 再继续 这么做 可能就变成 百分之五十了 如果你一个月 坚持下来 你可能 只有 百分之十 你的心 还不安定 那么这么相继的下去 无有间断 你的心 那么自然 可以归于一处了 大家要记住 我们学佛 要学修心 你的心 如果能 把自己想的浅一点 什么事情 不要懂得多一点 什么事情 不要去追根 心跑底 你的心 就得安定 举个简单例子 很多人 看见人家 在交耳结石 只要 看了他一眼 他的心 马上就会 不安定了 他第一个感觉 就是 人家 可能在说他 他第二个感觉 他就 会恨人家 他第三个感觉 就是 他必须 反击 这个人 所以 一面之差 因为你 逃根问题 你想把事情 想的深一点 接下来 就给你 带来的危害 也深一点 所以我们 学佛之人 把问题 要看得浅一点 把心 要看得 放得淡一点 只有 你把智慧 想的深一点 你的心 要淡一点 所以 我们要 看淡这个世界 要学佛的人 就是要把这个世界 统统的 看得淡一点 明明这个事情 很复杂 我把它看得 简单一点 明明这个人 在说你不好 我认为 我认为 他是在 说我好话 他这个人 不会说我坏话 明明这个事情 已经造成了 伤害到你 你把它看得淡一点 这是你自己 因果 所报应 可能你前世欠了他 也可能你今世 没有做好人 所以 要自责 经常 生 惭愧之心 经常想到 我很惭愧 当一个人 经常想到 自己惭愧的时候 他才能进步 他才能进步 他才能 永远的望前 当一个人 只有知道 自己不对的时候 他才能 得到进步 当一个人 被人家 诬陷的时候 当一个人 被人家 欺负的时候 这个人 才能懂得 在消你的业障 因为任何一个人 对你不好 你要把它看成 都是你的 增上缘 都是真净 你上净的 一种缘分 一个人想进步 就必须学 学什么呢 就是学菩萨的境界 因为当一个人 境界极高了 他才能 看得远 想得开 有如我们站在 一个小山坡上 你还会被 很多高楼大厦 前面的高山民船 所阻挡 只有当你 站在更高的 山峰上的时候 你的眼前 是一片的光明 你的眼前 是一片的空白 所以心情 要随着自己的境界而走 这才是 学博 修心 之人的 是一片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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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片的空白